眼看AMD的RX6000系列显卡即将正式公布 为了能够蹭一波热点 NVIDIA必然会有骚骚作 这波老黄正式宣布 RTX3070的上市时限将从原定的10月8日延迟到10月29日 但在此之前 关于RTX3070的相关性能实测也已经公布 下面也请跟着超级客一起来看看吧 RTX3070的延期消息自然引来了不少玩家的抱怨 为了平息玩家们的情绪 NVIDIA官方在10月2日公布了一张RTX3070游戏性能对比图 与之对比的显卡有RTX2070和RTX2080Ti两款 从对比数据中可以看出 官方一共进行了11个测试项目 包括9个游戏和2个生产力项目 其中控制《我的世界》与德军总部星选卖三款游戏 开启了光线追踪 不过并没有提及是否开启DLSS的选项 也没有说明测试的分辨率是多少 但应该是在2K分辨率下进行的 具体而言 在这11个测试项目中 以RTX2070的性能表现为基础 RTX2080Ti的性能百分比为155% 而RTX3070则达到了恐怖的168% 这比RTX2080Ti还多出了8% 简直是卡中强者恐怖如斯 当然这还是有点出乎大多数玩家的意料的 因为在此之前 大家都认为RTX3070的性能 仅限于老黄的PPT上 才能够与RTX2080Ti并驾齐驱 但目前看来老黄真的不仅仅说说而已 虽然没有说明画景和分辨率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RTX3070和RTX2080Ti的确出在同一档次 除此之外 RTX3070的参数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了 这款GPU GEGA104 300核心打造 有6组GPC 46组SM单元 共计5880个流处理器 96个RLP 184个文灵单元 184个第三代张量核心 核心基础频率为1500MHz Boost频率为1725MHz 搭载了8GB的GDDR6显存 显存频率为14GHz 位宽256bit 带宽448GB每秒 GDP功耗为220W 国内售价为3899元 但以上都是基于公版规格而言 至于非公版的话 如果参照国内RTX3080的规格来看 那么3070在功耗散热模组和PCB版方面 应该还是会有较大变化 至于国内售价 各个厂商最低端的型号 应该也是3899元 而顶级旗舰型号可能会逼近5000元 总的来说 目前市面上还有不少RTX207显卡 并且价格还都比较昂贵 如果等到RTX3070上市的话 这些显卡显然没有活路 所以也不难猜测 老黄这波延迟RTX3070的上市时间 肯定是与加速清理207显卡的库存有关 毕竟老黄和黄牛一样 那可都姓黄啊 但AVIDIA官方却称 3070的延期 一是为了有利于备货 二也是给ARC厂商 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测试显卡 避免出现与RTX3080一样的翻车情况 所以面对这样的饥饿营销 会不会影响到大家 组装游玩赛博昏2077的全新主机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上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提出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应期的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